我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第二堂的信息 标杆人生 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经过一个很辛苦 但是也是很奇妙的过程 我就信主了 信主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真的是一件很奇妙很恩典 也是很宝贵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开始要思考一件事 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我的信仰到底在我的人生的当中 要占多少的比例 是让它成为我的精神寄托就好呢 或者是耶稣基督的拯救 代表的意义 是要我全人完全地奉献给他 也就是说 我就必须去开始来思考一个问题 我的人生要如何来定位 要不然的话有可能 好像在爬山一样 辛辛苦苦地爬到山顶了以后 放眼一看 结果爬错山了 可能后悔就会来不及的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每一个教会的同工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蛮期待教会可以大大复兴 可是我们从来不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教会会不复兴 教会不复兴到底是谁的责任 当然我们探讨到最后 可能都应该把责任归给牧师才对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思考一个 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你的人生 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定位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我们要如何来定位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可是也其实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我在诗篇里面看到有一节的经文 非常地有意思 我们一同来看诗篇九诗篇第十二节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摩西是以色列的伟人 他同时也是一个智者 他累积他一生的经验 他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要求神来指教他的日子 数算他的日子 数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计算数目的意思 说一个礼拜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 来是要求神来指教 他怎么过他的人生 意思就是如果没有神的指教 没有神的启示的话 你的人生很有可能就会迷路 你知道摩西是原来可以继承 很有机会继承到埃及的王位的 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位啊 你要统可以统治一个帝国 大权在握 权请天下 多少的荣华富贵 垂首可得 而且呢 还不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革命才能够得到 你看整个中国的历史 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斗争 革命 武装 这种战争的结果 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权位 大家梦寐以求都是要得到这个权位 但是呢 到最后他决定 他把他的一生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为来走一条神为他铺陈的一个人生的道路 其实他心里面很知道 人最容易走的路 就是一条追求这个世界荣华的道路 那么另外有一条路 叫做属天的道路 叫做神的道路 可是如果没有神的启示 没有神的指教的话 人会怎么选择这两条道路 答案其实是很清楚的 来到新约 另外有一个智者 叫做保罗 他也提出同样的类似的看法 来我们来读 以福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来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什么叫做糊涂 然后又愚昧呢 就是人云亦云 很容易被别人影响 没有自己的判断 就好像说 有很多人听到幸福小厨 说哇 那个是成功神学 然后呢 你也不会去理解一下 你也不会去查证一下 也不会去判断一下 然后呢 就接受了 不但接受了 你还会帮忙这样传播 这个就叫做糊涂 这个就叫做愚昧 所以什么叫做智慧人 智慧人的意思就是 凡事经过你的思考 分辨的结果 凡事都要经过你的思考 跟分辨的结果 不是人家讲了你就相信 不是人家这样做了 你就跟着学 这个叫做智慧人 保罗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智慧人 那所以呢 智慧人应该怎么样 智慧人就应该以智慧来 来思辨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不是糊里糊涂过 我们的人生不是跟着别人的脚步走 我们的人生要自己很清楚地来定位 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那么一个基督徒 他如何去分辨呢 如何去判断呢 当然就是以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 以神的话为准 那因为要用神的话来思辨 所以你当然应该要知道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那么为什么要来分辨呢 保罗就告诉我们 因为世代邪恶 什么叫做世代邪恶 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 会迷乱你的人生方向 你怎么决定你的人生的定位呢 常常是这个世界的价值 来混乱你的 不是你用神的话 来清楚地分辨 来做一个定位的 也就是说 世人的价值 很容易就成为你的价值 世人的追求 很容易就变成你的追求 所以你需要明白 神的旨意是什么 你需要从神的启示当中 来神的带领的当中 来过我们最准确的一个人生的方向 那通常我们都是怎么样来决定 我们人生的方向的 大概就是跟着别人的方向在走 或者是说 叫做时代的潮流 讲得好听一点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 世界的主流价值 你要知道 常常是跟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 可是我们在世界 因此我们就会随波逐流 我们就会随风飘扬 那么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从新约到旧约 为什么从摩西到保罗 统统不约而同地 给我们提出一个建议 就是你要很有智慧地 来思考你的人生的方向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两个 以色列的最伟大的人物跟智者 为什么同样地给我们提出 这样的建议 我想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 如果是需要神的启示 跟领受神的智慧 我们才能够明白的事 那就表示 他不是随便地从表面上一看 然后你就会明白的事 否则的话 摩西跟保罗 就不会这样的苦口婆心地 跟我们提出 你要用你的智慧来分辨 来思考你的人生 可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 通常都叫做表象 表象是什么呢 表象大部分都是虚假的 不然你怎么会常常听到人家说 人心格度痞 人心格度痞 就是你看得到的是表象 可是人的心是你看不到的 所以什么叫做智慧人呢 智慧人就是要能够看见表象背后的真相 这个叫做智慧人 你看得到的 常常就是误导你的 你常常看得到的 常常是可能是会害了你的人生的 那么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不是就一定很有智慧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不是就看到的就很准确呢 我觉得你不要太乐观 我信主以后 我在教会里面 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都很认真追求 很认真的在聚会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表象 可是这个是人生真正的 基督徒的一个人生方向吗 可是呈现在你的面前的都是这样 你看在教会里面 每一个人好像都是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的还更惨 这个已经算是最好的了 所以呢 它就会变成一种价值 它就会变成一种影响我们的方向 即便在教会不是在社会 我们仍然产生这样的误解 因为在教会里面 仍然有表象 而表象是假象 唯有表象背后的真相 智慧人 如果能够看得到 能够清楚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祝福 所以我要跟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被救 跟被招的问题 我们来一同读 伊赛亚书第43章第一节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就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赵你 你是赎我的 每一样东西 它都有一个存在的意义 比方说 我嘴上的麦克风 它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发出声音 我们看到的电灯 它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能够发亮 我们会堂里面的椅子 它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能够做人 那么这一些的存在的意义 从何而来 这些存在的意义 什么时候会消失 电灯不再亮了 你就会把它拿去丢掉 这个麦克风不再会发出声音了 我们就把它丢到垃圾桶 椅子不再能够做人了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换掉 那么这一些存在的意义 是谁给的 就是创造的 制造他的人 赋予他这些东西的存在意义 那么我们刚刚读的圣经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不但是神所创造的 那么我们更是神所救赎的 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 是这一位创造我们的耶和华 所赋予我们的 所以我们常常看见有人在问 哇 我人生的意义是如何呢 你问谁啊 你问人 常常得到的可能是个错误的答案 因为你人生的意义 就在于创造你的这一位神 所赋予你的 这就能够明白 为什么摩西要问神 来请他指教他 如何数算他自己的日子 其实这一节的经文 他已经提供了我们答案 经文说 是神创造了你 另外他还说 是他提你的名 招你 什么叫做提你的名 招你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但有一个整体的呼召 群体的呼召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个别的呼召 你是一个一个被提名呼召的 你叫做张三 你叫做李氏 神都曾经叫过张三这个名字 叫过李氏这个名字 他是提你的名 招你的 另外他就告诉我们说 你是属我的 这是一个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 神告诉我们所有被他招的基督徒 我们的所有权是所乎他的 这个就是在讲所有权的问题 这个就好像说 你花了一大笔钱 买了一部汽车 那么这部车子的所有权人就是你 那么你买了这部车 你要怎么开 就是随你的便了 可是呢 别人就是不能够随便来开你的车 各位 神说 你是属我的 那你这个人生怎么过 你这个人生是过什么样的人生 怎么会是你自己做决定呢 你的所有权既是属神 你这个人这一生怎么过 当然是由神来做决定 怎么会是你自己来做决定呢 你这个人的所有权既是属神的 那么你的人生就是由神来做决定 你可以不在乎这一位拯救你 呼召你 创造你的神 所以这个时候 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件很清楚的事 就是 救赎的同时 也是个呼召 基督徒对于我们是被神所救赎的 大致上没有太大的疑问 但是对于我是被神所呼召的这件事 依我看 我们通常有很大的误解 通常我们对于被招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就是我乖乖的来聚会了 我来多读经了 我多祷告了 我再深入一点的话 那我就在教会里面当长职同工了 如果再更近身的话 那我就当传道人了 我就读个神宣当传道人了 可是 这个经文 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救赎跟被招 是一体的两面 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救赎同时也是一个呼召 这两个在意义上 它同时发生 但是在意义上 它其实是不怎么一样的 提你的名 招你 是神跟你有一个个别的关系 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个别的呼召 那什么叫做呼召 呼召就是点你的名 告诉你 我要让你做什么事 我要让你干嘛 就是神 呼召我们 就是点名要用我们这个人 就是他有事要托付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不是被呼召 单单单是来聚会的 不是单单被呼召来追求的 追求是应该 但是追求的目的不是追求 追求的目的是 要我们能够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 那你可能会说 那不然我要干什么 很简单 你被招就是为了要一生都要去传福音 来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 这个就是神呼召你的原因 你为此被招 前面说我们是被救赎 同时被呼召 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你 你被呼召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要打那美好的仗 那什么叫做打那美好的仗 因为这句话是保罗讲的 那保罗另外在别的地方也说 我呢 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 那么如果保罗说 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 那我们就看保罗打的是什么仗 那你就可以明白 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是因为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 看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为真道打什么仗 不知道 因为我们只会聚会 我们只会追求 那么聚会追求完了以后 我们就变成教会的同工 以后我们就会成为教会的领导者 我们就会成为核心的人物 然后我们要怎么打仗 我们就在执事会里面打仗 我们就在同工会里面打仗 可是保罗告诉你的不是打这个仗 保罗告诉你的是 你要为福音来打仗 你打的是福音的仗 你持定永生 你就是要把握住 你的一生都在做这件事 为什么你一生都在做这件事 因为你的一生很容易被俗物缠身 你这一生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价值 这是这个世界的繁琐的事 来跟你绑票 他说你为此被招 这个就是你被救赎的目的 你的一生被救赎 救赎为了要为神 在世人的面前做见证人 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你是为了这个目的被招 所以你是为打福音的仗被招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厘清的事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确认的事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 很少在传福音 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 最后都变成只会聚会的人 我想这个跟我们历来 教会的传统的文化模式 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再加上一些不大正确的教导所影响 这种基督徒以聚会为导向的一个生活模式 以聚会为导向的一个追求的模式 真的是神所要的吗 神真的是呼召我们要做这件事吗 我要先做一个假设 因为我会翻一大堆的圣经给大家看 万一不是呢 万一到了审判的那一天 真相不是如此的 那我怎么办 所以你就明白 为什么摩西会告诉我们 求神只叫我数算自己的日子 因为即便是你在教会 你仍然有错误的教会文化 有错误的教会的教导 在误导 在影响我们走一条错误的一个门徒的道路 我想我们不要用成见来看待这件事 因为如果按照成见 我连我自己的软弱 我都很想做一个聚会型的基督徒就好了 多舒服啊 多安逸啊 多快乐的人生 按照我自己的软弱 我都很想做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聚会就好了 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但是圣经 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 当然是要以圣经的启示为准 那圣经是怎么讲的呢 圣经的不断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被呼召是有使命的 我们的被呼召的人生 是一个使命的人生 是要去完成使命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奖赏 所以神是呼召我们来完成使命 并且来得奖赏 菲利比书第三章十三到第十四节的经文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这一段的经文说 神为保罗树立了一个标杆 他一生就是以这个标杆 作为他人生最重要的方向 然后他说他向着标杆直跑 而且他说呢 当他向着标杆直跑 最终跑到了 神会给他一个奖赏 那么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 前面保罗说 我要向着标杆直跑 那么这一段的圣经 是保罗对什么叫做 向着标杆直跑的这件事 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 他说什么 我想有三个重点我们要思考 第一个就是 他告诉我们 大家都要跑 保罗要我们很清楚 神不是呼召他一个人来跑 神是呼召大家跟保罗一起跑 这件事很重要 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 就表明了 这是神给每一个门徒的呼召 大家都要跑 大家都跑完成了 我们才会有奖赏 没有一个例外 第二个就是 跑到终点了 我们完成这个使命了 我们就会得到奖赏 而这个奖赏是不能坏的冠冕 第三个 他告诉我们一个取舍 的一个原则 他用一个比喻 他说你看 这个世界上的竞赛 你要得奖 诸事都要有节制 这个就好像一个职业的运动员 他如果要参加这个比赛 你要参加奥运 你想要得到金牌 银牌或者是铜牌 那就不是浪得虚名 你在训练的过程 你在吃东西不能乱吃 生活要有规律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想要得到那个奖牌 诸事都要有节制 因为这个是互相关联的 你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你不能又要得奖牌 然后你的日子要乱过 东西要乱吃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诸事要有节制 为了就是要得那个冠冕 那现在保罗说 我们也是要得冠冕 那我们得的是一个什么冠冕 我们得的是一个更高级 更荣耀 更重要的一个不能坏的冠冕 如果他们得的是一个能坏的冠冕 得了以后就放在橱窗里面 可是我们得的是一个不能坏的冠冕 一个更重要的冠冕 那么他们为了得能坏的冠冕 都要取舍 诸事都要有节制 那我请问你 我们要得这个不能坏的冠冕 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所牺牲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所取舍吗 我们是可以乱跑吗 我们随意地乱来一通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冠冕 然后是神欠你的 不给你不行 是这样吗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思考 取舍的意思就是 你想要得到这个 那么你就必须要牺牲什么 保罗在这个两段的经文 其实已经为基督徒的人生 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定调 就是神已经为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树立了一个人生的标杆 就是为福音而跑 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清楚 我们的人生的标杆 不是自己找了 我们人生的标杆 已经神为我们已经预备清楚了 我们只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就好了 保罗说你们也当这样跑 意思就是很清楚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跑 神不是要保罗一个人跑 也不是只有传道牧师才要跑 而是所有的门徒都要一起向着标杆直跑 而且只有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跑到终点的人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奖赏 而这个标杆就是福音的标杆 这个标杆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过传福音的人生 保罗说每一个人都要为福音向着标杆直跑 可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 其实保罗为我们归纳出来有三种类型 什么要三种类型呢 就是有一种门徒 有一种基督徒 就是向着标杆 不跑 按照我看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他们虽然都已经得救了 但是门徒的使命 神国度的复兴 跟他都没有关系 他人生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就是他的事业 他的工作 他的家庭 他的身体 他的儿女 他的财富 他的社会地位 聚会是在守律法 也是社交活动 所以他虽然知道 我是有标杆 为什么知道他有标杆呢 因为他没事也会告诉你说 我们应该要传福音 所以他是知道有标杆的 但是他就是不跑 所以这样的人 明知有标杆 但是意志坚定 就是死也不传福音 死也不跑 第二种类型是什么呢 就是他没有标杆 他没有标杆 所以到最后 他就会变成乱跑 什么就是没有标杆乱跑 这一种的呢 他是很愿意投入服饰 但是他的服饰的方向 他的服饰的热忱 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 人家跟他称赞了一下 然后他就服饰得很勤快 服饰得很快乐 然后如果人家批评他一下 检讨他一下 他就会不干了 他就整个就好像掉到海里去一样 基本上 这种人呢 他不是在服饰人 不是在服饰神 他是在做人 但是从外表上看 他很热心 他很爱主 他很愿意服饰 但是全部都是在仁义当中 在人的掌声跟肯定当中 来定位的 所以他也很容易 会在仁义当中 在人的褒贬的当中 就迷失了 所以他的一生就是 这里跑跑 那里跑跑 然后随意奔跑 但是他也绝对不会真正的 要去传福音 因为他没有标杆 所以他就乱跑 那保罗就告诉我们 还有第三种的类型 就是自立标杆 最后的结果叫做白跑 为什么自立标杆叫做白跑呢 这种人 他其实在信仰上是很敬虔的 他是玩真的 他是很认真的这个信仰 而且他也非常愿意 为这个信仰来付上高的代价 可是因为传统教会文化的误导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主观认知的一个错误 他树立一根错误的标杆 当保罗说 你们也当这样跑 那是什么意思 保罗说你也当这样跑 就不是说你有跑就好 而是应当要向经文所说的 叫做这样跑 所以不是那样跑 这个很清楚 保罗说的很清楚 你重新再看这个经文怎么写的 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 所以不是那样跑 这样跑是什么意思 表示你奔跑的这个标杆 是要有准确的方向 你说奔跑的这个标杆 不是随便你自己决定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么什么叫做这样跑呢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保罗说你要这样跑 保罗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你要照我的样子来跑 这样跑是表示 他是有所本的 他是有所标的的 所以不是你自己决定怎么跑 神全部都算数 没有这回事 你要怎么跑 保罗说不是那样跑 是这样跑 就是照着保罗的模式来跑 这个跑的内涵 就是以福音为导向的人生的方向 但是你自己树立一个标杆 你自己树立一个方向 那你那一根就跟保罗的那一根不一样 是你按照你自己所认定的价值 是你自以为是的在跑 所以 虽然你是死命的奔跑 你是努力的聚会 你是认真的祷告 那么你的圣经呢 你从创世纪就把它查到启示录 然后又从启示录 又把它查回到创世纪 我告诉各位 那也是你自己在跑 那个不是保罗的标杆 所以从保罗的标杆来看 他很清楚 他回应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呼召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到地级去做我的见证 你们要去得人如同得鱼 我们应该祷告 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圣经 我们应该聚会 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去完成使命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我们把要达成目的的这个手段 我们要把这个过程 把鸡毛当作令箭 把查镜当作呼召 我们一生都认真的在跑 但是我们在白跑 因为那并不是保罗告诉你的这样跑 保罗告诉你这样跑 你却偏偏要那样跑 你把过程当作目标 但是你从来没有达到终点战 所以这个叫做白跑 保罗在经文当中 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这个危机 他说呢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 那表示什么 就是有一些人斗拳 其实是像在打空气 什么叫做斗拳打空气 就是他有没有出拳 他出拳了 他真的是斗拳了 他已经出拳了 但是却只打到空气 表示什么 表示你确实是已经付了代价 但是你并没有达到目标 完全没有果效 这个就好像什么 这个就好像说 如果今天我到你家来了 那我就告诉你说 我很喜欢喝茶 他说我绝不喝咖啡 那如果你要服侍我的话 那你可能就泡了五块钱的 这个茶叶来请我 那我就喝得非常非常的喜 那你不泡茶给我喝 那你要非要煮一千块钱的咖啡 那你也很努力了 你也付了代价了 你也研究了很久了 那端出来 可是问题是我不喝 我已经告诉你 我只喝茶不喝咖啡 可是你偏偏努力地 花了一大堆的功夫代价 泡了一杯昂贵的咖啡 我不喝 所以你有没有服侍我 你是付了代价 可是你根本没有服侍我 所以有可能各位 我们可能自立标杆 我们为了自立的这个标杆 付上了一生的代价 可是到最后 耶稣告诉你 孩子 你从来没有服侍过我 因为你就不照着我 告诉你的 来服侍我 所以我们应该要清楚 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来奔跑 所以我们有一个奔跑的准确的态度 第一个就是 我们是一个为福音而活的人生 为福音而活 保罗说他一生都是向着标杆直跑 那很简单 那你就看保罗一生都在干什么 保罗一生都在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那他一生都在干什么 你只要去读使徒行传 你就可以看得清楚 保罗的这一生 活着都是为着传福音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 他就告诉我们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来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保罗告诉我们 他这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福音而做 他这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跟福音有关系 所以奔跑的准确的定义 就是为福音而跑的人生 为福音而活的人生 第二个就是 侍奉待职的人生 为福音而活 是你的核心价值 不管今天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工作的岗位上 你不一定是当传道人 你可能是一个企业的老板 你可能是一个公务员 你可能是一个老师 不管神把你放在任何一个工作的岗位上 你都应该要把它做好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 你的主业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才是你的职业 因为那就是神呼召你的目的 因为那就是神拯救你的目的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全部都是你的副业 所以 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 我今天做什么工作 是神给我的工作 那个叫做副业 可是我要在我的副业上 完成我的主业 我再讲一次 我今天即便我是做生意 我是开一个公司 我拥有一个产业 或者是我在一个单位里面 担任什么职份 不管 那都是你的副业 你的主业 就是为福音而活 而你是在你的副业上 来完成你的主业 来完成你的福音的使命 所以 你的副业 是为了要成就你的主业 所以 你赚的钱 广义的来说 也就叫做宣教基金 那你说 这是你讲的 不是我讲的 这是耶稣讲的 来我们看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这是什么 这是耶稣亲口讲的 他讲得很清楚 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所累积的所有的财富 没有一毛钱 可以带到天上 所以耶稣 为你在这个世界上 为你在这个今生 所能够赢得的一切 包括你的名位 全部都叫做 避坏的食物 他说你不要为那个避坏的食物 劳力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是应该要把那个事做好 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 那你就马马虎虎的应付了 是不是 你应该把那个事做好 但是 那个不是你的人生目标 那个不是你的终极价值 你的终极价值是什么 要为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 劳力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最终的目标 这个就是你的核心的价值 终极的价值 你真正要效力的是这个终极的价值 而你这一些 你的副业 那个就是避坏的食物 所以你看耶稣在圣经的里面 给我们定位得非常的清楚 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模糊的人生 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条 这种有争议的人生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的人生就是为福音而活的人生 所以呢 我要澄清一个观念 我们不是所谓的代指侍奉 什么叫做代指侍奉 代指侍奉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我的工作 我这些避坏的食物 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我的一生都在为这些避坏的食物劳力 都在拼命 做到流血流汗 做到爆肝 可是 我们有一天想到了 我们好像退休了 好像我们这个已经年老色衰了 我们剩下没有事干了 有剩余的时间了 我再来侍奉 或者是说 我主要的人生的目标 就是要把事业做得壮大 钱赚得够多 然后服事是什么呢 服事就是 有空再来 行有余力 我们再来做的事 这个叫做代指侍奉的概念 这个也不是定义的问题 我们看今天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可是 如果按照我刚刚讲的 主业就是活出福音的人生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叫做事奉 我们事奉代指就是 主业是什么 副业是什么 要把这个观念整个厘清 所以事奉代指 最重要的福音 是我生命的核心价值 我是要在我的职场上 我是要在我的工作上 来完成我的福音的使命 我们的信 以基督为信 我们跟耶稣基督的信 是同轨的信 我们不是这样信 我们是这样来实践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这样来实践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好像在天国一样 我们非常的有把握 有一天 我们会像保罗所讲的 当我们直奔标杆到达目的以后 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一个 不能朽坏的冠冕 作为我们的奖赏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真的是要呼吁一下 教会的主则的同工 我们不要单单在讲台上 去告诉他们福音 传福音的真理 我们带领教会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要为我们的门徒 架构一个实践福音使命的平台 你们要训练他 他怎么传 你们要好好的教导他们 训练他们 他怎么可能把这一件工作做得好 好了 你把他们都训练好了 可是你不架构一个福音的平台 那么你叫他如何去实践这个福音的使命 那你说你本来就应该去传啊 跟邻居传啊 到街上传啊 是啊 可是因为你没有系统的做 你没有规划性的做 你的门徒当然不可能把这件事情传得精彩 不可能传得有果像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们就不想干了 因为做不下去了 因为他不可能不在的在挫败当中继续做下去啊 这就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所应该肩负的责任 我们不只是告诉他们真理 我们必须要为他们架构一个福音的平台 以至于他们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来实践他们的使命 这个是教会的主则的同工 责无旁贷应该要做的事 最后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我们到底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 保罗说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个冠冕跟奖赏 那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 来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到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得到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当跑的路已经跑进了 这意思就是保罗已经达到标杆的目的地了 这个时候也就是他得奖赏的时候 奖赏是给谁呢 保罗说爱慕他显现的人 什么叫做爱慕他显现 这很有意思 那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慕耶稣基督显现 我就再想一件事 如果今天有一个员工 他到底会不会期待他的老板 现在出现他上班的现场 或者是他希望他的老板 现在最好不要出现在我上班的现场 什么样的同工 我有员工会有这两种不一样的心态 其实很简单吧 所以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员工 我表现良好 我没有心虚 我认真的做事 我当然很期待我的老板最好 现在就在旁边看到我很认真的做事 不然我做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反过来 如果有一个员工 都是在那边打混 从来没有认真就做工作 那他当然很害怕老板来了 老板看到他就气死了 所以保罗这个地方说 他这些奖赏是给谁 是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 表示什么 表示这样的门徒 是没有愧疚于耶稣基督 我们作为一个忠心的门徒 我们作为耶稣 要我们所作的一切事 我们当然期待耶稣显现 我们爱慕他显现 谁会怕耶稣现在来 就是你还没有预备好 你心虚 你知道现在来了 如果现在耶稣要审判了 我会无地自容 我会恨不得在地里挖一个洞钻进去 你就不会爱慕耶稣基督显现 那么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 他说有公义的冠冕 要赐给我们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那我就一直在想 那这个公义的冠冕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什么叫做公义 冠冕就是冠冕 应该是丰富的冠冕 应该是荣耀的冠冕 为什么这做公义的冠冕呢 我就一直在想不透 为什么这个冠冕 要用公义来形容 后来我就想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公义是什么 公义的意思就是公平 什么叫做公平呢 公平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不该给的 绝对不会给 那么该给的是一分也不会散 也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满足这个冠冕的条件 你不要梦想 你会意外得到 你放心 公义的冠冕就是公平的冠冕 就是你不该得的 你没有满足这个冠冕的条件的 你不要做梦 绝对不可能给你 这个叫做公义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来了 有一个审判的过程 审判是什么意思 审判就是判断 就是判断你能不能得到这个冠冕 你自以为很敬钱 你自以为这一辈子都很认真的追求在聚会 你很认真的研究圣经 你有很认真的服事 但是耶稣会用保罗的话告诉你 你是自立标杆白跑 你是没有标杆乱跑 你是虽然有标杆 但是你是不怕 这些跟冠冕都要擦身而过 跟冠冕都要是两条平行线 有一天 耶稣会翻圣经给你看 他会告诉我们一个答案 不该给你的 没有就是没有 这个就叫做公义的冠冕 为什么有一种恩典 是神亲自告诉你 这个恩典是会涨价千千万万倍的恩典 而你却看都不看一想 求主开我们的心 求主怜悯我们 为我们找到一条人生正确的道路 我们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再一次用你的话来敲响我们 让我们的心再一次梳洗 让我们再次看见这个属灵的真相 你透过你的仆人 你透过圣经的话 已经把我们人生的标杆 标记得如此的清楚明白 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懂得分辨 让我们懂得抉择 让我们不至于走一条错误的道路 乃是一生都奔行 你为我们树立的标杆 至终得着荣耀 不离朱惠的观念 谢谢我的主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上帝祝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now